大楼盖到一半 突然冒出黑烟 仔细一看 原来中间楼层 已经起火燃烧 重点是 这栋大楼 最贵每瓶 已经上看50万元 因此引起外界关注 虽然自行扑灭 但损害程度 还是让外界相当紧张 因为23号上午10点半 起火的大楼 就位于台南的高铁特定区 有民众拍下po网 业者也赶紧了解原因 还好是虚惊一场 因为这栋建案 光土地面积就有4100坪 被规划成二支四房产品 户数更超过600户 由于隔一条马路 就是三井Outlet 距离高铁及台铁站 也只有450公尺 而且还紧邻附近的 沙伦智慧科技城 加上目前还是高铁特区内 最高的住宅大楼 渴望成为当地的新地标 因此除了最贵楼层 已经上看每瓶50万元 全栋成交价也都突破四字头 几乎是台南市的房价天花板 难怪传出大楼起火 引发连锁反应 一度造成当地民众议论纷纷 TVBS新闻顾首昌台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